你好,我是熊冬人 中国银行体系接近崩溃 我们都知道 中国经济实质上一直在下行 尤其是房地产行业 现在面临着整体崩溃 其实道理非常简单 因为所有房地产公司 当初盖房子的投入太大了 现在房价降了大概一半左右 任何房地产公司都扛不住这样的亏损 更何况中国房地产公司 都是白手起家 都是靠银行贷款 所以说现在中国所有的房地产公司 都在死撑活矮 都在通过各种各样的腐败手段 来能撑一天撑一天 但是终究它都要倒下的 为什么呢 因为它欠银行的这些利息会越来越多 然后它的房子 价格还越来越低 也就是说 比如说你用800亿投入盖的房子 你现在只能卖到400亿了 你说你不亏损谁亏损啊 谁都挡不住中国房地产行业的彻底溃败 而银行实际上是下一个要被连累的体系 为什么呢 因为中国房地产的开发 从一开始拆迁撑地 就是从这个地方所谓撑头 就是拆迁给大量的补贴 然后把老百姓给撑走 强行撑走 雇大量的人去暴力拆迁等等 这都要花大量的钱 也就是中国人 你看干的简直都是内战的勾当 是互相坑害的勾当 而且雇佣了那么多的人去干这些内战 其实呢 中国内战的形式的这个活动 你比如说城管 就是一支内战武装 一天到晚就打老百姓 全世界都没有这个职业啊 对不对 全世界哪里有城管 有几百万人的城管队伍呢 城管队伍干什么呢 天天就是打人骂人 抢东西 砸东西呗 所以说的中国内战的规模 那是全世界最大的 你看一看 全世界内战的 用于内战的军队呢 也许有两百万 但是呢 加在一起都比不上城管多 虽然他们使用的是非致命武器 但是呢 也是很麻烦的 至少呢 你得一个作为一个国家 一个社会呢 你得要消耗大量的这个 就是说呢 资源 这些资源呢 实际上呢 到最终呢 都会呈现出来 也就是说呢 它就会妨碍这个社会的发展 甚至拖累整个社会的崩溃 其实现在呢 就爆发出来了 你说中国为了房地产行业 你进行了长达三十年的内战 你打来打去城管打来打去的 那个成本谁来支付啊 其实还是要房地产行业支付 所以说呢 现在呢 房地产终于要垮了 那么银行呢 可以这么说 中国银行的一半以上的贷款 都是被房地产企业给弄走了 不管他们怎么作账 怎么耍赖 就是怎么样改头换目 但是呢 银行它也不能轻易的销掉这笔债 因为它本身也要吃饭呀 对不对 银行本身也有消耗啊 所以说呢 这个房地产的这个崩溃呢 就带动了中国银行业的崩溃 以至于呢 最近呢 几天呢 这个国际社会呢 都在流传一则这个视频 说在这个中国银行里取两万块钱 居然要到派资所去获得批准 真的实在是太离谱了 吉姆新闻报道呢 是6月11日 有一个网友发布视频 说他母亲呢 带了银行卡身份证等证件 前往长春市吉林银行取款 总共只有几万元 但是呢 银行告知呢 需要派资所同意 而且呢 银行说呢 只要是取款两万元 都必须要派资所同意 结果他们不得不到派资所 说派资所对客户账单 何时后同意批准盖账 才能给你取钱 而且他理由呢 说是防电信诈骗 派资所有什么能力 去防你电信诈骗呀 你不就是何时身份 何时账单 何时账单 你就把这个本人的名字 你银行里一看资料 他有没有这笔钱就行了 派资所有什么能力 派资所又不能进入银行系统 对不对 至于何时本人身份 派资所的人也不是用眼镜 看看你长什么样 看你的身份证 照片什么样吗 对不对 你银行的这个能力 难道就比派资所差吗 对不对 银行的都是瞎子吗 所以这说 这纯粹都是借口 所以这个视频显示了 这个以后呢 目前呢 在世界各地呢 都受到了这个转载 然后呢 这个美国 德国 还有英国的新闻 都报道了这件事情 他们都觉得这个匪夷所思 按道理来讲呢 你一个人在银行里存钱 那个钱是你的 而且作为银行呢 他不能不应该 不仅不应该 他也没有权利妨碍你取款 对不对 区区两万块钱取款 都取不出来的话 那人把钱存在银行里 还有什么意义 那以后大家就不往银行里存钱了 对不对 所以说呢 这件事情呢 其实呢 它的本质上显示的是什么呢 就是银行的困难 也就是说呢 银行拿不出钱来 为什么呢 因为银行的钱呢 银行本身呢 我们都知道 世界各地的银行呢 它自己本身并没有多少钱 它自己的财产是有限的 它主要是靠什么呢 就是人们把钱存在银行 它呢 银行利用了手头保管这些的钱呢 再放贷出去 讲白了 就是放高利贷出去 放给这个 当然首选的中国的这个 谁给的利息最高呢 那么当然是放地产 你看徐家印支流的 徐家印支流的 它不光 你说吧 我给你最高的这个银行的这个利率 给你最高的这个报酬 除此以外呢 我撕下来的红包 都能多达百分之三 百分之五 甚至百分之十 到极了的时候呢 那徐家印什么钱都拿出来 百分之二十的回扣 可以当场 你比如说我从你这带了一百亿 你当场你就可以拿走二十亿 为什么呢 因为他要存活呀 他已经手头没钱了 到处都借不到钱了 那怎么办呢 只能用这按照 这是中国所有的商业实体 到最后的命运 也就是说呢 借高利贷 而且高利贷的利息越来越高 银行呢 当然也就上瘾了 因为银行的官员 个个都是贪污腐败之辈啊 他们每个银行的经理 每个放贷员 都是想着怎么样赚钱 赚大钱 那这个钱谁给他们呀 他又不是凭自己的本事 他只能是偷鸡魔狗 偷鸡取巧 然后呢 作弊 做假账 通过这种方式来取钱 所以说呢 到了后来了 中国银行就 就越来越 越来越没钱了 比如说储户要提钱的时候 他这个钱早就给 徐家印挥霍掉了 你说他哪来的钱给储户呢 他就寻找各种各样的借口 不给客户提钱 现在呢 中国围绕着这个发生的冲突 越来越多 甚至呢 今年在贵州省的B节 因为呢 这个 他们那个营业部呢 拒绝提款 也就是几万块钱 找各种各样的借口 不让人提 把客户最后惹急了 折腾了一天 从早到晚 就为了取这几万块钱 跑了 无数趟腿 腿都跑断了 跑到派手 派手说 哎呀 领导不在 或者派手说 看了以后呢 说无法弄确认 你这笔款的 是否有问题 其实呢 就说呢 银行这样做呢 只要他跟派手打个招呼 就行了 对不对 一律不给取钱 两万块钱 三万块钱 一律不给取 拖了很多天 拖了大家不敢来取钱 这就完事了 最后呢 那个储户急了 就干脆呢 跑到这个营业部 大大出手 把这个银行的营业员 甚至经理都给打伤了 所以说呢 现在弄的呢 中国的这个储户 都胆战心惊 大家都担心自己的存款 打水漂了 将来呢 相取的时候 就取不出来了 实际上呢 中国的银行这样做呢 最终的只能促使老百姓呢 把钱从银行里取出来 这就是为什么人民币 不断的汇率下降的原因 因为中国的富人都知道 把钱存在中国的银行 是不靠谱的 是非常危险的行为 所以说呢 这个中国的这个 银行的这种做法呢 是在全世界独一无二的 这种做法呢 最终呢 会导致金融业呢 一旦崩溃以后呢 那简直就是不可救药 也就是全国各地 到处都是老百姓 提着棍 拿着刀 到银行去要钱 啊 你不给我钱怎么办 我是身家性命 养老金 一家人都靠着几万 几十万元生活了 你不给我提了怎么办 真正到那个程度了 派出所也就管不了了 一个派出所不就几条枪吗 面对几百个拿刀的人 那警察能怎么样啊 对不对 到最后 所以中国就会暴动 所以说呢 这个房地产呢 已经让中国几千万人 现在花了钱 住不上房子 那么呢 中国银行业呢 追随房地产崩溃呢 最终呢 会导致几亿人 无法从银行来提钱 其实呢 中国银行呢 它的这个亏损率呢 你就看它的倒闭 就能看出来 我们知道 全世界的金融业呢 都在喷勃向上 只有中国银行业 不断的裁员 不断的裁员 不断的降薪 你看中国规模 最大的工商银行 居然呢 现在呢 就是这几年 居然从46万人 裁减到只剩下42万人 也就是裁减了 差不多9%的人 每年都要裁几千人 可以说是每况愈下 而且呢 由于资金估结 实际上呢 仅仅今年2020年前五个月 中国已有1257家银行的分支机构 关门倒闭了 退出市场了 也就是没办法 生意做不下去了 这样做呢 这样储户提钱呢 也增加了难度 因为你本来 你在家里面附近 走个20分钟 30分钟就能提款的 你现在呢 叫你到这个几公里以外的地方 去提钱 而且排长队 而且到最后呢 说让你到派出所去 盖章 去审核 你又回到家里面 又得走过几公里 回到派出所 三折腾两折腾 因为毕竟一个社会呢 在银行存款的 大部分人都是中老年人 年轻人没什么钱 也懒得去存款 所以呢 这样折腾呢 就让很多中老年人 望而生畏 所以说呢 网友就纷纷议论 说中国银行的 这个坏账规模啊 这样不断的飙升 随着越来越多的恒大 中国房地产公司倒闭 可以说呢 这已经成为中国的一个 经济的一个定时炸弹 它最终会让几亿中国人 深受伤害 将来呢 其中会有限出 大批的张献忠啊 李志诚啊 高英祥啊 洪秀全啊 大家会纷纷进行武装起义 彻底摧毁中共暴政 另外呢 给大家一个消息呢 就是中国热死了 我们知道中国呢 从来都不担忧 什么全球气候变暖的 总是认为呢 只是西方资本主义社会 没事自己折腾自己 我们知道国际 像美国啊 欧洲啊 非常重视这个 怎么样 这个节约能源 怎么样这个 减少这个化石燃料的使用 但是中国呢 却拼命的浪费能源 拼命的发电 拼命的采煤 拼命的烧煤 这不你看报应来了 据6月13日中国的消息 中国华北地区的高温 能够达到43度 甚至44度 其中河南的最高气温 就有43.9度 这是非常可怕的 我们知道 美国的气温一般 从来都不超过38度 就是美国非常热的地方 我在你看美国最热的地方 像是沙漠 拉斯维加斯 它也就是 378度最高的气温 从来不会到39度的 哪里像中国的气温 因为中国的 它这个气温呢 它实际上 它是非常潮湿的 中国由于这个地理因素呢 它的气非常 它就是说非常潮湿 它别说这个 42 3度 44度了 就是37度 36度 都让热的 让你难以忍受 因为你浑身不停的出汗 那个汗又排不出去 而且呢 据报呢 山东 山西 河南 河北 山东等地 午后的地表温度 有可能超过60度 我的天哪 那你要吃八角 踩上去呢 给你烫的脚都疼 局部甚至呢 可能超过70度 70度呢 基本上地表专家 就能给你烫死了 而且呢 这个高温呢 持续不断 甚至呢 一天中能够持续 八个小时 甚至十个小时以上 这实在是太可怕了 所以呢 中国的 这个中共啊 一天到晚就想着怎么样 正在做梦 就是中共中央呢 它简直就是一个 梦团队 就是净做一些黄疗美梦 整天想着 哎呀 怎么样这个中华文化 伟大复兴啊 整天就想着怎么样 这个建立全球命运共同体啊 中国要在国际社会里面 充当大国强国啊 等等 但是呢 对这些根本的问题 气候问题 从来中共中央 没有一个头目 去思考去阅读 因为当然他们智商 也达不到这个程度 你本来智商就很令人着急了 你再不去努力 学习一些基本的东西 整天在瞎狂 这个想着怎么样 跟欧美打贸易战事 麻烦 拼命的补贴 这个制造业 扩大这个 呃 这个能源的消耗 你这样 你说你这个气温 能不高吗 你看气温达到这种程度 对农业 对农村 就是包括普通的城市平民 也构成很大打击啊 毕竟中国有很多 有一半人左右 家里还没有空调 对不对 你看农民家里 还没有空调 你给他43多 44多 对多少人生病啊 啊 身体状况恶化了 他将来可能就没有办法工作 没有办法劳动了 然后就躺在医院里面 又是惊人的花费 这导致多少家庭破产啊 所以说中国的这个领导人呢 呃 其实呢 你判定这一点 一点都不奇怪 你看看美国的这个报告 呃 美国的这个政府领导人 这个讲话里面 总是围绕着公众关心的 公众面临的各种各样的问题 你再看看中共领导人 在人大上的讲话 还有中共的这个党代会上的讲话 全都是 可以说是海阔天空 呃 不着 都不着调 呃 全都是胡说八道 全都是信口开河 呃 当然他也经过了成千上万的秘书 仔细的斟酌 仔细的调理 但是 几乎没有一句话是符合实际的 全是假话 空话 大话 废话 呃 全都是愚蠢无比的一些言论 这些言论表面上莫测高深 但实际上呢 毫无意义 简直就是 对人类的亵渎 主要是亵渎中国人 因为只有中国人呢 才能忍受这些废话 你要在美国 你像习近平那样做报告 像李强那样做报告 胡说八道 几个小时 下一秒钟 他就会被解雇 美国总统要胆敢在国会上 或者在哪怕随随便便 在一个记者采访会上 讲出来一段像习近平那样的废话 一秒钟以后 美国参众两院就会举行联席会议 大家投票就会说 这个总统疯了 这个总统已经变成白痴和弱智了 需要立刻滚蛋 一秒钟都不能耽误 然后直接派个保安到那去 白宫里面就可以把 这个像习近平那样胡说八道的总统 拎着头发就给扔出去了 这就是这么简单的事情 只有中国人呢 看着习近平这么胡说八道 还觉得像看着天神一样 因为他说的事情呢 实际上中国老百姓 我可以肯定的说 百分之九十九都无法理解 不知道他在说啥 其实就连中共中央领导人都不知道他在说啥 因为他们这些言论都是一些秘书所谓的学者起草的 对于他这些语句的含义 真的是不太了解的 有一个最明显的证明 就是中共中央开会的时候 百分之九十的人全都这样睡 或者这样睡 呼呼大睡到最后 集体睡觉 你就能看出来这个习近平也好 李强也好 总理也好 在台上做报告的时候 底下的人实际上根本就是没有人能听得下去 没有人能够听 真的没有人能听得下去的 当然后来了中共想办法 就是强令 说你敢在那打瞌睡就给你开除 就给你纪律处分 回去就给你双规 所以害的这些人不得不吃点肚 打点肚冷丁 或者吃点兴奋剂 苦熬几个小时 三个小时到四个小时 在那听报告 至于做报告的人呢 那更要是用毒品 不是用毒品的话 你像他们六七十岁的年龄 很难连续讲三四个小时的 做几个小时的报告 或者正经围坐几个小时的 你那简直都是瞎扯淡 世界上都没有这么漫长的愚蠢的会议 所有这些细节都显示了 中国人呢 总体上跟秦始皇时代一样 愚蠢愚昧 所以说呢 这一次呢 中国的这个高温 这个热死人 也是难以避免的宿命 这也没理由 结婚的 我尽管